大家好,我是林杰盈 今天我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学中文的时候 学生常常会学到一个字 就是加油 他们学好以后他们常常会用 比如说 今天没有红散物 杰盈,加油一下 还是 杰盈,最近你上期不舒服 加油一下吧 还是 我觉得我考试考不好 加油 这样子 所以就是很有用 有很多情况可以用 但是我觉得常常说加油 变成越烦 所以今天我要 我要介绍一些更高级的字 可以提用 第一个是不要怕挑战 是我亲爱的朋友伯瀚 超喜欢用字 所以不要怕挑战 的意思就是 我们生活中常常会遇到问题 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只要克服困难 然后只要继续努力 第二个就是 万事其头难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但是一开始时候 每个人会觉得 这个活动 还是这个东西 都是很难 但是 我们都是这样子 但是后来 如果你好好练习 就会变成更容易 其实中文很难 万事其头难 好高级 好 下一个 建日佳境 我接待满满 超喜欢用建日佳境 我刚刚来台湾时候 他就叫我这句话 那建日佳境的意思就是 雖然现在你觉得你的地位很低 但是如果你继续努力 因为你的地位会越来越变成更高 这样 好 下一个 就是 鐵柱成真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虽然现在你的问题 看起来很大 很严重 但是 如果你继续努力 每天努力 那个问题会变成 会每天变成更小 然后你 结果你 才可以 克服 好 下一个 就是 苦乐 参半 这个意思就是 在生活中 呃 我们都有问题 然后 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好事 但是 有的时候我们还会遇到 坏事 或者不太好的情况 这个就是生活 然后 如果是这样子 别担心 好 下一个 日月 崇光 那 这个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虽然现在看起来 不好 你觉得 哦 我又问题 也没有答案 这样子 也别担心 后来 你的情况 就会变成更好 只要 可以放心一点 下一个 是 顺应自然 顺应自然 顺应自然的意思是 生活又好又坏 然后 如果你了解 这个观念 那你可以更接受 坏事 不会那么担心 好 下一个 尽力而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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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力而畏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很努力 那别担心 努力 就好了 反正结果 怎样 如果努力 那就好 好 然后 最后一个 其实 生活 有点难 我们当然会遇到问题 然后有时候 会感觉 很失望 但是 你不是一个人 还有其他人可以帮你 还有其他人会支持你 会听你说的话 你是个很重要的人 所以 别担心 别太失望 你 一定是 这个 你 聊 说 这个 绿 这 确度 感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